尽管在雪兰娜州内 勘测到存在稀土元素 但是雪兰娜州务大臣 纳都斯里·阿米·鲁丁表明 州政府无意 也没有兴趣开采稀土 作为新的收入来源 他强调 虽然中央政府允许各州政府 在标准作业程序下 开采稀土和矿物 但是州政府决定维持 2017年所做的决定 不开采稀土 阿米·鲁丁今天在雪州政府大厦 召开记者会时强调 就算要开采稀土 一切必须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不过雪州境内 目前并没有开采活动 天然资源环境及气候变化部 部长聂纳兹米 在10月3号指出 各州政府获准在 遵循标准作业程序下 开采稀土和矿物 包括对稀土展开 初期勘探 参序下 約1个月 感谢观看